嗨!大家好!我又是羅文煌 呵!不知道大家的週末過得怎麼樣齁 版主我週末過得其實還蠻忙碌的 因為小孩子打排球..排球開賽嘛 你知道?季開賽 所以兩天都在外面跑 那每天早上都大概六點半左右就起床 那當然六點半對很多人來說其實是一般的時間 對版主我來說其實是有點..過早 因為版主我是那種可以在床上賴到九點就賴到九點 哈哈!我知道聽起來有點懶 可是我真的是那種可以賴到九點就九點起床的人 所以每天六點半起床對我來說 他就折衷了我兩個半小時的睡眠時間 你知道嗎?大家知道 呵呵!所以就讓版主我感覺說好像每天 週末不像個週末每天..每天都要起來上工的感覺 哈哈!你的睡覺時間早上六點會不會太早了一點 呵呵!好啦!閒話放一邊 今天來跟大家討論一個..嗯..話題 很好笑!直播部落格寫太久的缺點就是 我常常覺得這些事情我已經講過了 我相信我也已經講過了 那..你知道嗎?今天剛剛又去直播看發現奇怪 我覺得這..我應該老早就講過的東西 怎麼..怎麼沒有在我的直播上面出現 呵呵!所以沒關係我們今天來做一次直播 然後希望可以一次回答大家很多的問題 在我開始之前在我..先讓我自我介紹一下 我們叫洛文煌 我是一個作者、靈性教練跟靈媒 今天要跟大家討論的叫做相信的力量 什麼叫做相信的力量?呵呵! 相信的力量叫做 只要你相信它就有力量 呵呵! 反正我這邊不是抽象跟你講 相信..相信其實真的是一種力量 真的是一種力量 如果我說人家的思考 Your power of thought 你的想法是一種力量 假設說今天想法的振動頻度 是這個樣子的話 相信的力量是一種比較沉穩的 沉穩的振動 比較.. 比較heavy一點的能量 你知道嗎?可是這種能量很奇怪 這種能量在我這麼多年的觀察裡面 它需要附著在某一些事情上面 它就是..它不像思考的能量 我們那個power of thought 思考的能量是一種可以單獨存在的東西 然後藉由單獨存在它可以創造出 創造出實質的..的..事情發生 相信的力量很奇怪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你如果問為什麼我說我真的不知道為什麼 相信的力量它是一種 比較沉重的擺動的力量 可是它是一種需要附著在某一件事情上面 才會發生的事情 那當然我這樣講的時候 其實不是東西 它有點像是人事物 就是任何..可能是一種儀式 可能是一種行為 可能是一種..所以不只是實質 就是不只是附著在任何一個實質的東西上面 它才會發生 它通常會附著在任何一個 需要..人事物 我只能說人事物 它會附著在任何一個人事物上面 才會讓這件事情發生 然後今天為什麼版主我不知道 只是這麼多年來的觀察是 相信的力量通常需要附著在某一些事情上面 那今天..為什麼會講到這個話題呢 因為過去的兩個禮拜以來 就常常..不知道為什麼接到很多網友來的問題嘛 最常..最常的問題其實是最常問到我.. 關於..與宗教有關的問題 宗教有關的問題可能就是說 啊..可能是我的家人問我說 跟我說我在懷孕的時候就是要念經 才會對小孩子很好 或者是什麼巴巴大禮啊 這什麼東西連聽都沒聽過 呵呵呵..然後或者是什麼 要不要安太歲啊 然後要不要..要不要祈福啊 要不要幹嘛 你們知道我的意思嗎 就是基本上..大多..在過去兩禮拜以來 問到..蠻多網友問到我有關於 大部分..大部分跟宗教比較有關的 該不該做這樣的事情 因為聽說這樣的事情 對他們來說比較好 所以他們質疑到底要不要做 今天我要跟各位解釋的是 今天不管你跟我講的東西是什麼東西 今天不管你信的是哪一個宗教 在這邊所啟動的其實只有一個力量 這個力量叫什麼?叫做相信的力量 它叫做相信的力量 只要你相信它就有用 你懂我意思嗎 所以也就是說 如果你相信念經對你的小孩子比較好的話 那麼不要問我這件事情 要不要做可不可以做 對的還是錯的 基本上是你相信所以它就會有用 你知道嗎 你相信所以它就會有用 所以我不可能叫你不要做 你們會發現你們來問我這麼多問題的時候 我最常問的接下來 我幾乎接下來會問的就是 你相信嗎?你相信嗎? 因為如果你相信的話 那就去做 你不需要來問我要不要做 如果你覺得安太歲 會覺得 呃...有用 你覺得有用 那就去安 如果你覺得 需要燒紙錢 給完清這一柱 你知道嗎? 那也去做 也會有用 你知道嗎? 因為你相信嘛 可是一般 以這樣子的奇效來講 他們的期限 期限大概在多久? 大概在... 大概在... 三個月 一般在三個月到六個月左右的時間 它決定在你個人的信念程度嘛 相信這種東西很奇怪 相信這種東西是你要持續餵養的 你要不斷持續餵養的 如果你沒有不斷持續餵養 或者是你的相信能力不夠龐大的話 它基本上它的效應 一般都只有在三個月到六個月左右的時間 當然很多時候如果你去 呃... 我們會藉由宗教儀式 或者藉由去找一些比較 呃... 比較有popular 就是比較有聲譽的 可能法師或者幹嘛 在做...幫我們加持或幹嘛 哈哈 就像我說的 如果你有在發我播歌的話 任何東西你都可以做改變 什麼東西不能改變 當它妨礙到你的人生課題的時候 當它妨礙到你的人生課題 當它影響到你的人生藍圖發展的時候 這種情況下它可能就沒有用 不過你會不會知道?你會知道 因為你會回家發現怎麼沒有用 你知道嗎 這個時候就不要怪東怪西 一般來講是因為 不管今天是什麼力量 思考的力量還是相信的力量 還是任何你可以想到的力量 它唯一不能運作的情況下 但是這一件事情它本身有你 應該面對人生功課的時候 那麼它就沒有用 可是如果這樣東西 你的功課並沒有含在裡面的時候 一般的效應是多久?大概 三個月到六個月的時間 當然我今天版主開這一集 不是單純就跟你講 在宗教上 在講之所以講到相信的力量 是因為其實我們很常把它 運用在生活的各個角色 今天除了宗教 不管你有沒有信宗教 我們最常最常看到 人們執行的相信的力量 其實是在所謂的性運物上面 什麼叫性運物?就是 你有沒有那種 我只要穿這條領帶 我只要戴這條領帶去面試 我就一定會被入選 我只要拿這支筆去做考 我就會做及格 有沒有 我只要握著這個石頭 因為我們其實坊間 常常看到有人建議說 你為自己創造一個成功石 什麼叫成功石 就是你相信這顆石頭 會為你帶來成功 你知道嗎 為什麼需要一顆石頭 才幫助你成功? 因為就像我說的 它不是一種POWER OF THOUGH 它是一種POWER OF BELIEVE 因為我相信 我相信的話 它就必須附著在某一種儀式 某一種形式 某一種物品、人事物上面嘛 所以很多時候你就會看到說 啊戴一顆相信石 你就會想想到一些戴一顆石 欸真的有用耶 為什麼有用?因為 記得相信它是一種需要 不斷靠餵養的 它跟一般的 我們平常在做宗教的模式不宜 不太一樣 原因因為它不像是 我們天天在做嘛 有些時候在做宗教儀式的時候 可能你一年才做一次 可能你幾年才做一次 可能你遇到人生不順的時候 才去做一次 對不對 這種相信的量其實有點像是 我每天都在投注它 或者是我每三不兩時就會投注它 我覺得這是我的Lucky Tie Lucky Tie 我每次只要戴著 這一條靈袋 我就會遇到我喜歡的女孩子 Guess what? Guess what? 呵呵呵 你這個時候啟動了什麼力量? 你們現在大家都知道了嗎 它啟動的是一種相信的力量 是一種可以附著在 它必須依附在任何人事物上面的能量 它比一般的思考能量還要再沉重一點 還要再沉一點 所以可能因為這樣才飛不起來吧 我也搞不清楚 呵呵呵它就比較沉一點嘛 可是它是不是存在的 它是存在的一種震動 它也是存在一種能量 一旦你累積久了 你就會讓你相信的那一件事情發生 所以一般很多時候 大家最常見到 如果你沒有任何宗教的話 你最常見到的就是 啊我只要穿這一條內褲 我就會變Lucky 你知道我的意思嗎 呵呵呵 你知道因為你相信嘛 因為你相信它嘛 然後你相信的能量也有附著點嘛 因為它有附著點 所以它就會發生 不過除了這兩件事情之外 除了這兩件事情之外 今天我版主我說過 宇宙底下沒有好壞 什麼叫做宇宙底下沒有好壞呢 就是宇宙不會幫你分辨什麼是好的 什麼是壞的 宇宙只有你丟什麼留言出來 我就指使你什麼留言 對不對 所以今天版主為什麼要說到相信的力量呢 因為相信的力量 不只是運用在好的事情上面 最常最常 呵呵 最常 幾乎你們每一個人都有 包括我版主我在內 最常執行的其實是 不好的相信的能量 什麼叫做不好的相信能量呢 也就是有多少人每天都在花很多的時間說服自己 我不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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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你真的相信你不夠好 相信這種力量 相信這種力量 你如果相信它就會發生 如果你不相信 它就會產生拉鋸戰 它會有那種 struggle Pulling 它會有那種拉扯的感覺 導致於你所相信的那件事情不能發生 所以很多人會來跟我質疑說 有啊我相信我會成功啊 相信我你其實並沒有 我相信我會成功 可是我為什麼到現在還沒有成功 為什麼 因為你不其實並不相信自己會成功 你知道我意思嗎 就像那種 我相信我會成功 可是內在的小孩子卻是 很膽小很脆弱很害怕人家找到你的缺點 所以為什麼 你就會發現說你一直在做這種拉扯動作嗎 你我會成功 不你不會 我會拉扯 不你不會 所以你的能量跑到哪裡去了 能量就不見了嘛 所以今天 之所以要跟大家做這個直播的原因就是因為 其實我們每個人每一個人喔 花很多的時間在不相信自己 什麼叫不相信自己 也就是說你不斷的每天的 每天的不管你有沒有說出口 你都在投注這個相信的能量 在讓事情發生 很多人每天照鏡子 第一件事情就是我好胖 他其實看不到自己瘦掉的地方 他只看到自己胖的地方 所以他可能看到自己的 你知道腰間肉 看到自己的腰間肉 然後看到腰間肉 第一件事情就是我好胖 Guess what 你這個時候啟動了什麼能量 你相信的能量 你相信的能量會附著點 他必須要附著在什麼地方才會發生嗎 這個情況他附著在哪裡 他就附著在你腰間的肥肉上 你知道嗎 他就附著在你腰間的肥肉上 所以相信我 你會不會甩掉他 你大部分的時間是不可能甩掉他 因為你相信他嘛 你每天在餵養他嘛 今天就算我諮詢你 今天就算我告訴你說 你不要這樣做 你還是天天在做那樣子的事情 所以你有沒有可能排除他 不可能 不可能 除非你開始相信他不屬於你的 你開始相信 我不胖 你每天看到鏡子 你只看到自己 開始瘦下來的地方 而不是看到自己 胖起來的地方 那麼 你的相信能量 就沒有附著點了嘛 我很胖這個東西 就沒有附著點了嘛 因為沒有附著點怎麼辦 他就必須找地方排泄掉 他就必須排除掉 所以同樣的很多的你們 很多的你們 內在的小朋友不斷的告訴你說 我不夠好 我不夠漂亮 我好矮 你知道嗎 或者是我不 嗯 我沒人要 我沒人愛 我是孤獨的 你們應該都知道我在講什麼 你們每一個內在 都有一陣小劇場在發生 這個小劇場是什麼 它其中有什麼能量 你相信的能量 因為相信嘛 因為你相信 因為你相信你很醜 所以你一定 宇宙一定會有辦法 為了配合你這樣子 為了配合你這樣子的要求 你知道嗎 所以可能讓你身旁不自覺出現 很多的巨男美女 讓你有比較嘛 你比較之後 你自己自尊心不太好了嘛 所以或者是 你會覺得說 啊我今天 是不是沒有工作能力 我是一個沒有工作能力 我是一個 或者是父母講的話 天天講 講到讓你相信 講到讓你相信嘛 你相信啊你就是去吃命 然後你就相信 你就相信了 你知道嗎 你就覺得我結尾 不管做什麼東西 我就一定不會成功 因為我相信 我是一個旗改命啊 你知道嗎 所以 它附著在哪裡 它必須要有附著點 附著在我身上 所以今天 我今天 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今天 相信人量它不只運用在好的東西上面 它其實是同樣運作在不好的東西上面 當你們 急著想要讓好的事情發生的時候 好的事情發生的時候 記得 任何跟這樣子的觀念產生拉扯的 到最後就打平嘛 打平了 打平的意思就是 其實 你要 我不要 到最後 你就花很多的 很多的能量 在跟這樣子的東西做抗衡 它就打平了 所以 除了內在小孩還有外在的社會主流價值觀要對抗 這個世界永遠都不會是你想要的世界 好嗎 今天 為什麼要投胎 為什麼要輪回 其實是為了你 重要的是 你 不是他們 如果這個社會 它不屬於你 這個社會不會認同你 那麼你在現在所在的位置就是一個錯誤的位置 你必須要找到適合你的位置 不要因為社會外在的環境不相信你 你知道嗎 因為他們不相信你 你就跟著也不相信自己 去尋找 屬於適合你的位置 不要強把自己留在不適合你的位置裡面 不適合你的環境裡面 你知道嗎 這世界上真的什麼人都有 所以 不要為了外在環境跟你不允許 就強迫自己去迎合他們變成那樣子的人 這個其實應該是看我直播總結下來 你們就大概應該有個觀念了吧 為什麼版主可以跟你們分享 是因為不要像我這麼傻 不要像我這麼笨 哈哈哈哈 一定要這樣子親身實驗過之後 才知道說 啊 原來還是要走這一步路 你知道我的意思嗎 所以 anyway 今天只是在這邊跟大家 分享所謂的power of thought 所以我想要很快算總結嗎 我要是漏掉我之後再寫下來 我真的以為自己做過這一集了 不過顯然沒有 很快的做總結啦 為什麼要做power of thought power of belief 為什麼要做相信的力量這一點 相信的力量第一它是實質存在的 之前的我們沒有被教育過 所以我們覺得說相信什麼根本就不重要 只要我不這樣出來它就是不會 它就是不實質存在的 今天版主我在這邊打破你的迷思 相信本身是一種力量 它是一種比思緒還要沉穩的能量 這種能量通常需要依附在某一樣東西上面 某一項行為、某一樣人、某一樣事物上面 它需要有依附點 相信的東西通常都有需要依附點 好嗎 所以一旦相信的力量找到依附點的時候 它其實就會開始讓它發生 它就會讓這一件事情發生 記得我說過的 宇宙下沒有好壞 也就是說一旦你啟動相信的能量 它就會發生不管它是好的 還是不好的 所以有網友問我說 假設說今天我跟婆婆同住一室好了 婆婆相信我說我要念經才會對小朋友好 可是我不相信我要念經才會對小朋友 這種情況下我該怎麼辦 這種情況下你就跟他說 婆婆 嘖這個時候我就要借用你的 相信的能量 那可不可以你幫我的小朋友念 你知道你念 你念起來的功力就會加倍 比如我加倍嘛 因為任何東西對小朋友的好 都是好的嘛 你知道我的意思嗎 所以不要去跟那些 老一輩的人爭辯他們是對的還是錯的 因為真的 這個情況下記得 啟動的是相信的能量 nothing else 所以如果他們相信 那表示他們做出來 就一定會有成效 如果你不相信 你做出來就沒有成效 所以很多人會問我說 那我該怎麼知道說 我到底要不要做呢 今天版主我在這邊給你一個準則 一般啟動相信的能量 大部分人啟動的是 你從來沒有做過的事情嘛 從來沒有做過的事情 因為沒有做過其實 我們比較會願意去嘗試 所以今天版主我給你三個準則 第一如果這件事情 你相信的話 不管它是不是一件傻事 它有些時候可能是一個傻事 因為就像有些人在折那種 千子賀一樣啊 他們真的相信折了千子賀 他們就會有luck 你知道嗎 那不要阻止人家 不要去罵人家傻 不要去罵人家笨 因為這個時候你不知道 你不知道 人家在啟動相信的能量好嗎 請你show some respect show some respect 就是他們則表示 你相信那它就會有用 好 第二是我從來沒做過 所以我不知道我到底要不要相信 在這種情況下的時候 其實通常版主我會建議你說試試看 我個人的個性是 只要我沒有試過的東西 我都會試試看 因為我要試了之後我才知道 他對我這個人來說有沒有用嘛 那你會說做了之後 那我怎麼知道有沒有用 相信我你會馬上知道 你會知道做了之後 欸好像真的有用欸 好像真的有感覺 或者是做了之後 根本就一點都沒用嘛 你知道嗎 這樣的結果要必須在你執行之後 你才會知道 當然第三種結果就是 你根本就完全不相信 因為很可能建立在你之前的經驗 或者是之前聽到很多的留言 蜚語然後你就不相信了嘛 這種情況下我會說就不要浪費你的時間了 不要浪費你的時間 如果你不相信 基本上你接下來只會不斷的在 花時間在跟這個相信的能量做拉扯嘛 那與其拉扯到最後打平 你倒不如就利用這個時間去做一些你相信的事情 你相信的事情 那同樣會創造出更好的結果嘛 而不是到最後反而兩個能量就打平了 然後再來 都講了嘛 我總覺得我好像漏掉什麼東西 哈哈哈哈 啊反正你們大家也習慣了 好啦 所以 希望在這邊可以很快的回答大家的問題 相信的能量它是存在的能量 很多時候其實是跟宗教無關的 最多的時候其實是我們運用在生活上的任何小東西 可能是你的幸運物、幸運帶、幸運帶 這些東西是我們比較顯而易見的 真的可以看到相信的能量被執行的 可是我今天希望大家有空的時候 不只是去想說我要如何讓好的相信的能量發揮到最高點 如果你真的要讓相信的能量發揮到最高點的話 其實最好的方法就是往內在自行 去記得排除那些不好的相信的能量 因為以前我們不知道 就像我說了很多次 以前我們不知道嘛 傻傻的 傻傻的 呵呵 沒有人教我嘛 所以我就什麼都亂相信嘛 因為覺得說反正我又不負責任 現在我們知道了嘛 現在我們知道了嘛 版主我小時候要是有人教我說 你只要相信什麼就會成真的話 你覺得我還會相信自己不夠好嗎 你覺得我會相信自己不夠好嗎 你會覺得我相信自己不夠漂亮嗎 我相信什麼就會成真耶 你知道嗎 現在我希望你們大家都可以對自己稍微有覺知一點 因為沒有覺知的事件我們不可以埋怨 現在我們有覺知了嘛 哇 相信什麼都會成真的話 那我第一件要相信的事情就是 我不要相信自己太胖 哈哈 我也不要相信自己很醜 我也不要相信自己沒有用 我也不要相信自己不夠好 對吧 所以如果你們內在的你們有這樣子的問題的話 有發現有抓到 好嗎 沒有抓到的我也就不能講了 有抓到自己有這樣子的問題 有抓到自己有這樣子的評論的話 那最好的方法就開始 開始改變這樣子的信仰 如何改變這樣子的信仰呢 就是每當你抓到自己說 啊 不行啊我好胖 因為相信自己很胖的人 真的連喝水都會胖 為什麼?因為你這麼相信嘛 他必須要有附著點 他找到附著點嘛 他附著點就是你身上的肥肉嘛 然後他就必須依附在你身上 因為你相信啊 那現在我不相信你嘛 你就開始變什麼 哇我連喝水都會瘦欸 呵呵不是喝水 我連吃炸雞都會瘦 我喝水都會胖 我連吃炸雞都會瘦欸 你知道我意思嗎 呵呵你開始這樣相信的時候 你只要抓到自己說的一個不好的相信 你開始用一個三個 一開始你用三個相信的 相信的能量去打壓這個 不好的相信的能量 相信我什麼東西需要多久的時間改變 還沒洗腦的人現在趁機被我洗腦一下 21天21天任何 任何東西你想要改變的 從21天就可以慢慢的看到改變 相信這種能量是需要持續餵養的 一旦你沒有持續餵養的話 那麼他們一般的喜效是多少 一般喜效大概三個月到六個月左右的時間 他決定在個人的功力 功力多少來決定 好 非常缺少相信的能量 時常覺得自己什麼都不相信 好 你已經知道 希望這一集回答到你的答案 你已經知道自己的問題在哪裡了 呵呵 你就已經可以自己處理自己的問題了 好吧 所以 好 好 同樣的 如果版主我沒有講完的 我就到之後再另外做補充 不過同樣如果你喜歡我直播的話 歡迎你隨時加入我臉書的行列 還是去訂閱我的YouTube頻道 還是去我的網站 R-U-O-W-E-N.com Till then 我們下次見 掰掰 拜拜 拜拜 好 好 好 谢谢观看